南投县政府在国际会议厅举行110年度第一次员工乐会 乐会除了安排颁奖 并特别邀请美国卫生部前副助理部长林元清医师 担任专题演讲 包含县府及所属机关公务人员 以及服务态度优良员工等 一共有百余人来参加 会议前由陈副县长颁发109年下半年度服务态度考评机有单位以及员工 本县第九届优良普通产经纪人 优良经济营业员 优良地震室等相关授长人 随后邀请美国卫生部前副助理部长 医师林元清分享个人成功经验 陈副县长表示 这一次员工业会除了颁奖表扬 服务表现优良的促势以及个人之外 还邀请出身在积极并在美国行医的林医师 虽然人在国外 但从未忘记身为医师的天职以及回归家乡 921震灾期间 翠领医疗团队返回台湾 在故上南投积极 驻扎救灾 今天是我们一年第一次的一个员工业会 员工业会我们一般都是颁奖表扬 优良的结束的事以及代表 今天除了未免服务的一个礼貌平衔 或者GEO的结束表扬 那GEO的个人也一并做结束表扬 另外针对县内的普通产 业务的一个业务还有地政事的优良事迹的表扬 也利用这个业会来同时进行 那最主要还是每一次的员工业会 所以我们会邀请在社会上有付出 有贡献以及表现机油 还有服务理念足够的一些人士 来做业工业会的专题演讲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出身在极极镇 那就学之后上台北之后就到美国去行医 那行医过程里面我们还是非常关心 台湾以及兰陀各项工作 尤其在医事工作方面的您年轻医师 那因为在美国整个服务的绩效非常好 甚至于在整个医疗体系方面 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所以曾经扶聘为川普的治理部副部长 那在这个部长的任内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政策 另外就国外以及国内 还有我们台湾 整个医疗有需要的时候 当然总会非常自然的提出服务工作 所以在9月的时候也到兰陀积极来驻地救行医 那另外就国内的一些災害 包括台风土石流以及地震相关的一个災损状况 他们会找美国的医师进到兰陀来做行医 甚至于他们的资计也掩护中南美洲 以及中国大陆 印度 尼泊等地去做行医的工作 所以他们行医等于就是一般除了行医之外 一方面还做社会服务工作 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也让我们南土的一个光荣 有为林律师的表现 获得更高的境界 林律师表示 他个人出了一本书 名为《白云渡山》 比喻人生如白云 有时风起云有 有时眩暖夺目 不论如何 人生要把握当下 努力充实自己 才不会虚度此生 记者陈寅正当时采访报道